胖乎乎打猫熊走在树干上 施展猫熊拳 一个彩空差点跌落树下 其实他们都是爬树高手 树干就是他们的游乐设施 小抓水榻抱住树根 不断抹蹭抓痒 好像在用不求人 而这些都是七月凯米台风过境 冲刷上岸的漂流木 伊兰县政府跟林业保育署 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 将漂流木变成动物的新家具 林业树经过打捞整理 挑选出50只3到5公尺长的漂流木 运往台北市立动物园 作为园内设施 白犀牛用漂流木抓痒和磨脚 圆口也可以爬上树干休息 同样都是漂流木 但在台东大雾渔港 却饱受漂流木所苦 渔港沙滩上被数以万计的漂流木淹没 几乎看不见沙滩 就怕对保育类珊瑚造成影响 漂渐染的漂流木锅 它就撞击到 让我们故意的车取费的风采 不只珊瑚 连渔船也被漂流木包围 县府跟志工加紧亲历 不然台风过后 漂流木不清除 天气再好也难出海 3B新闻综合报道